央行宣布最快在春节前 人民币在台的业务就可开办 也就是说呢 国人到时候就可以到指定的外汇银行 来兑换人民币 同时开离人民币的账户 还有办理是人民币汇款到大陆 而目前限制在银行兑换的人民币现钞 每次限额是人民币2万块钱 而担任汇款金额也限制在人民币8万块钱 店家收到满手的人民币钱 在台湾就可以存进银行咯 央行开放农历年前 各间银行可以申请办理存提款业务 各家银行叙事待发 央行的规定来讲 现在规范还没出来 那基本上可能大部分不会脱离 2%的一个上下幅度太远 那可是各家银行来讲的话 对于人民币都是需求的 很多家几乎都可能会开出 一年可能将近3%的一个定期存款 最低500元人民币 大约台币2000多块就可以开活存户头 相较于美金还要大概3000元 入门门槛低很多 而利息上银行业初期 换人民币的利率 已经开到快要3%的利息 相较于美金 现在只有1.2 1.3% 真的是优惠取多 以现存我们台币的 台币的存款户来讲的话 规模大概是高达33兆台币 那以未来预估 未来几年 可能一到三年之间的话 可能慢慢的话 会从台币户头 转移到人民币的户头来讲 我们预估值的话 应该会有5%到10%左右 目前银行规定 单个户头买卖 一天在2万人民币 而汇款则是一天8万的限制 但银行业者多数看好 人民币业务需求大 未来开放的空间还会更大 终于希望那些真人中台北采访不到